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其实常常被别人质疑 我想他应该很习惯 这个法利塞人 文士 撒都该人 甚至大祭司 非常多的人都质疑他所做的 甚至于他的家乡的这些家人们也挑战他 可是这些人通通加起来 大概也比不上一个施洗约翰对他的质疑 因为施洗约翰是他的什么人 施洗约翰是他最亲近的同工 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同工 而这个人是一路都挺他的 这个人是一路都大声地对别人说 他就是弥赛亚 他就是弥赛亚 他就是弥赛亚的那一位 今天也转过来 施洗约翰突然找人来问他说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别人呢 那将要来的是谁 所有的以色人都知道 当他们说那将要来的就是指的弥赛亚 你是弥赛亚吗 你是弥赛亚吗 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 对施洗约翰而言可能是一个信心的低潮 一个灰心的时刻 而对耶稣呢 我想那个打击应该是很大的 就是怎么连你也在说呢 你也问这样的问题 不是每一次都是你告诉别人说 别人质疑我说 你是你跳出来听我说的话的 怎么此刻连你也这样的质疑我呢 可能在服事在工作的场合里面 我们难免会碰到这样的状况 也许此时此刻 你也正在面对这样的冲击 这些冲击可能会让人 很灰心 这些冲击也可能觉得说 这没意思 再这样做下去有什么意思 连我们是一起开始的 我们一起的工作伙伴 怎么连你都这样挑战我 连你都不信任我 连你都说 如果此时此刻 你也正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求主透过 这一段施洗约翰和耶稣之间的互动 给我们一些安慰 耶稣也会碰到这样的事 但是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的时候 其实提醒我们 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最大的肯定 不是来自于人 不是来自于我的另外一半 不是来自于我的家人 最大的肯定 不是来自于我那个最同心的工作伙伴 最大的肯定是来自于神 当别人都不肯定我们的时候 也许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说 主啊 谢谢你 我知道是你要我做这件事的 主啊我谢谢你 即使所有人都对我打一个问号 我相信此时 你仍然肯定我 因为 是你要我做这件事的 愿主今天 透过这短短的分享 成为你的鼓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